台北大中華新聞 繼續來看中華官文化局 按理空理空年齊開始 發現很多電腦品 都是中華電腔人文押數的重要作品 他們出席特別委託到分寧科技大學的團隊 來收穫電腦品 才將近兩年的時間 就算進行到41件作品的收穫 按現在開始說到管理美術館 分享這些電腦品的收穫成果 中華美術館這次的電腦很不一樣 這些作品都是文化局電腦的外奏 也因為年代優遇需要進行收穫 所以文化局特別委託分寧科技大學團隊 用了兩年多的時間來收穫41件的電腦品 就是針對41件有進行修復的部分 我們特別邀請我們這個雲科大 整個文物修復研究級推廣中心的團隊 那今天的車展也是其中一位修復師 他也是我們彰化人 那特別把這一次的整個修復的過程 展現成果展現出來 也讓鄉親可以知道說 我們修復的整個進行是怎麼處理的 同時也透過今年剛好建設的300年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早期地方市政的作品 也讓他可以一保 當初早期我們彰化以及入港 這些當地的書畫名家的風采 本年科技大學教授說 還有文部的修復工程很大 這次的電視 正由用什麼修 修什麼 安全修三個主題 帶多兩大家實在抓本文部修復 我們其實是在修理這些作品的概念 其實是希望能夠修舊如舊 不希望它有一個太多的變化 然後尤其是這六件我們是 因為在經費和時間有限的情況下 這六件我們是採用一個全拆 然後全部原裝再黏回去的方法 在這樣的修理模式 然後其他的是三十幾件是 我們就是用比較簡單的加固 然後加強它的結構為主 就是做一點差異啦 對因為 文化究競調 尤其他學民眾 甚至無了解文部修復的過程 三月十八號禮拜六 特別幾月修章化提案的活動 踏過團隊設計的告知 和簡單的實踏 帶大家來實踩修復作業 多張新聞 天上中華 彩虹不登